中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超过60% 9月3日起 该校本育科生将分成四批返校 新生道销报道时间为9月19日至20日 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园回族自治县出发 坐26个多小时的硬坐火车 中南民族大学2019级法学院土族姑娘张芳芳 三日抵达学校 就是感觉特别激动吧 就是那种 那反正就八个月差不多没有回学校来了 就是特别期待看到学校的一种新面貌 扫码刷脸测温静校 给行李消毒后 张芳芳进入校园 她到达宿舍 打开门后 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霉味和脏乱 原来在学生返校前 中南民族大学一组织教职工 对学生宿舍进行了清扫消毒通风 张芳芳感慨到 虽然阔别已久 但是一切如初 被老师还有那些宿管阿姨给打扫了 就特别感谢他们 就像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的这些都感觉没变一样 就走的时候是什么样 就回来还是什么样 特别好 宿舍四人 来自四个民族 受疫情影响 新疆喀什地区的 祖百达木卡热府 可能要在数十天以后才能返校 张芳芳开启微信视频 给祖百达木卡热府直播寝室现状 祖百达木卡热府在视频中告诉记者 新疆已经开始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期盼可以早日回校和大家在一起 记者从中南民族大学获悉 学生开学后 该校将实行风控管理 落实早中晚体温一日三报告制度 实行错峰上下课 食堂开放一半座位 分流进餐 图书馆及自习室采取网上预约的方式 针对校内师生开放